2023年12月12日至1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武文赏邀请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在访问越南期间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双方宣布 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不仅符合两党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此访 为2023年中国外交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再次让世界看到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以贯之和身体力行 就相关问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极演博士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斌 张先生您好 对于中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您有何解读呢 应该说这次呢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越共中央总书记呢 阮富重的会谈呢 既有很强的历史意义 也有呢 非常实际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中越两国呀 非常的特殊 两国呢 山水相邻 而且呢 理想相同 理念相通 双方在合作方面 应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啊 不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这种广泛交流 对双方呢 打造这种现代化 体制增效 共同发展 这种合作 双赢 具有着很强的一个呀 现实的意义 应该说呀 中越两国呀 在历史上有着很好的这样一种传统 双方之间 既是好邻居 好伙伴 也是好兄弟 好同志 中越两国之间呢 这样一个紧密的合作 在当下 不仅会造福两国人民 同时对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乃至于亚太局势的稳定 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 因此上啊 中越两国 在这个合作的前景上 可以说是非常广阔的 那么从经贸上来讲呢 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呀 独特的地理位置 以及呢 这种传统的友谊 应该说让双方的合作 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 那么双方之间呢 只有深化合作 不断的呢 共同发展 才真正能够造福两国人民 真正让各自的现代化 逐步得以实现 好的 感谢张明先生